台股在下個禮拜一 農曆年前要封關了 我們要請教友明哥 現在大家就很關心 我到底可不可以爆股過年 如果要爆的話 怎麼樣去挑選股票 第一個的話我的結論是 我覺得可以爆股過年 維持之前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行情應該是 有機會漲到元宵之後 甚至到三月份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 爆什麼股票 我覺得這裡的話 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到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上市跟OTC 一個是漲0.4% 一個是漲0.1% 我們講的就是今年1月份 但是全王台積電 股王世新KY 人氣王偉創 其實他們漲得都比上市的指數 跟OTC要來得多 但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樣子漲到18% 14% 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們來看一下 1月份到上個禮拜五 漲幅前15名的股票 第15名的一個漲幅是39.7% 第一名的漲幅是90.9% 快翻倍了 對 這個只是用收盤價 還不含盤中的最高點 所以我要表達的一個立場是 其實在1月份的時候 大家說的元月效應 針對的都是中小型股 好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這15檔中小型股裡面 大家會發現一個 很奇特的現象 它並不專屬於AI 也就是有一些生技 有一些AI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個部分 讓大家按照體材來選股的 很難抓到標股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一個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選股密碼 大家忽略 這裡面我們就來比較 去年第四季的一個表現 就代表它QOQ的一個意思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去年第一季的表現 來代表它YOY的一個部分 然後最後我們得到 這樣的一個結論 前15大的標股裡面有11檔 在去年的第一季漲幅是小於兩成 所以那個代表低基期 所以它的比重有高達73% 然後在這些低基期裡面 我們再來去挑 第四季的漲幅小於50%的 有7檔 占整體的比例是46% 也就代表是多數 也就是QOQ的低基期還是多 一個是YOY的低基期 一個是QOQ的低基期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QOQ的高基期跟整體的高基期 其實在那個15檔比重裡面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 那我要表達的意思 其實這就是一個 選股的大數據法則 也就是我們把這15檔 放大成全台股來看 所以現階段的話 如果各位要問我說 能不能報股過年的話 那要看你的股票 在最近1月份有沒有漲很多 如果你漲很多 第一個的話 可能要先做一個 獲利了結的動作 第二個的話 是不是有符合去年第四季 或者是去年第一季的低基期 那這裡面的話 我就四大方向 第一個金融 為什麼要選金融 因為畢竟今年是所謂的降息年 第二個綠能一定是兩岸的政策 包含台灣 包含美國 第三個部分的話 AI的軟板只要有AI 只是AI的次族群 第四個最近最夯的叫AI PIN 這個為投影的部分 那我們針對這四個族群裡面 我幾乎幫大家去掃描了 QOQ跟YOY的低基期 所以這裡面你看到的 一月份表現沒有很好 然後去年第四季的表現 相對低於兩成 然後去年第一季的一個表現 也沒有漲到 但是它有題材 要嘛的話就是所謂的高成長 要嘛就是高股息殖利率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一下趙鋒金 趙鋒金當然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它股息殖利率是3.4% 相對的位置跟中性金比起來 是比較低 可以留意 第二個部分 綠能裡面深微能源 深微能源 今年完工路障不管是台電的二期 或者是海事船是兩艘船的一個路障 讓它今年的EPS大概落在7塊 明年的EPS落在12塊 以現在100出頭的一個股價 相對來講是合理 第三個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軟板的原域 原域的一個部分 股息殖利率到現在為止是4.2% 然後再加上說泰國廠 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要啟動 所以這個部分的營收會繼續成長 股價也相對強勢 但是去年都沒什麼漲到 另外最後一檔的話 就3504的陽明光 陽明光的話沒有獲利 但是只要提到微投影技術的話 不管是AI PIN 或者是Apple的Vision Pro 都會提到陽明光 股價在這個地方也是比較焦灼 最近有開始出一點成交量 可能有一些人開始已經有 預先卡位的動作 大家可以留意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關心的是 拜登現在為了電動車 是大戰參議院 還甚至去動用到總統否決權 對整個電動車產業的影響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